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今天要拍夏泥江的戏 然后我现在再把自己做得脏一点 导演跟我说有一场就是说 要做点牺牲的那个画面 对对我就说我ok啊 我这个人就是 就是你们看起来很苦的东西 我其实都不觉得苦 他昨天说如果什么 我演了这个镜头 可能会死演什么的 然后我看过去看完之后就说很ok啊 也不就是把把脸直接埋泥里吗 你想象的怎么样 我就说很像巧克力广告很漂亮 你还化特效妆 我整个人有没有黑一个肚 黑了吗 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无风生长的人 成长的人不可能像我这样这么白白 你这个衣服也是有点可可拉吗 乞丐 你现在是一小当海 都没有赶走 你怎么还拿得走 你还给我和他看到有点可可 那我也要走 你一空一定会 你一空一空 你走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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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放就好了 好 先放就好了 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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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一个迷人 嘿嘿 我刚刚拍的 下雨的水 在这儿 下来了 好 好 看下雨的水 hello 最边上 推到最边上 下雨的水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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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趟更惨 等一下 我先洗手 好冷 今天还不悲惨吗 糟天 下雨 下雨 再来一次好不好 下雨 再来一次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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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不努力 不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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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过了 好棒哦 这就是新性质人 你自己进水了吗 自己进水了吗 自己进水的时候有没有害怕 完全没有 因为我有水性 我泥性很好 好真哦这个 哈哈 我说那我以后可以拿着你的 出去相亲吗 我的愿望啊 都是很庞大很宏伟的 现在觉得还有点难呢 我不跟你玩了 大家好我是星星子 也是CL品牌大使 今天呢我整体的穿搭就是红色系的 红色我觉得是热烈真诚的表达 也是我的信誉色 也是品牌的标志性颜色 今天我最喜欢的单品就是CL的爱心水晶高跟鞋 也是七夕胶囊系列 当然是最经典的那个黑色的 然后红底的 那双黑色高跟鞋非常的百搭 小时候就有听过一句名言 有没有人听过就说每个女人都向往一双红底高跟鞋 我觉得用一个词形容太少了 在我心里CL是优雅高贵冷艳舞内 有创意也很时尚 因为呢CL先生拥有无限的想象力 所以我觉得他每一件作品都是很有创意的 还有各种各样水晶的高跟鞋 然后最新系列有荧光粉啊荧光籽 我觉得也挺贴合最近的一些什么多巴胺色彩搭配啊巴比啊 就各种啊超前 7和7的倍数比赛 我从小到大得第一名的次数非常非常少 读书的时候也是 但长大之后我就慢慢变得幸运起来 所以就要告诉每个女孩子 只要你加油坚持努力 一定会有你得到胜利的那一天 那我就会想变法术吧 我拍了很多新下剧都是做首饰 但大家也知道我不是真的会法术 都是要靠后期的特效 如果我进入新下世界 我应该会想看看真的我做出那些结印首饰 会有会没有像真的电视一样 有那些漂亮的特效 出演云之雨的契机是导演打电话给我 说我这里有个什么剧本 然后我觉得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而且我能把你拍得超级美 一开始我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我觉得确实我没有挑战过这样的角色 我就很担心啊说那我可以吗 说相信我我可以的我们会帮助呢 而且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 你就是嘟嘟嘟嘟嘟 把眼线夸了我一对 这张胎说也就很重要的话 说我一定会在你20多岁时候 帮你留下你最美的样子 我说那我以后可以拿着你的剧出去相亲吗 他就说可以 还有就是我说有什么难点 因为我觉得云渭山跟我的性格 可能他是有我性格中的一面 大部分的性格还是跟我不太像的 但是杀青完了后两个月 我的朋友们见到我之后 都说我整个人都很有那种韵味 就是来自于成熟女人的韵味 说我整个人感觉很知性 但是现在你们已经看到我留完之后 又变回了我自己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杀青之后还有角色留在我身上的美丽 今年就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播出一步吧 然后希望能播的好一点吧 有烟心和能够很顺利的杀青 交给大家一个不负众望的答卷 希望还有更多漂亮的穿搭和照片 大型妆容 希望还能准备几个给明年的惊喜 你也知道我的那个 我的愿望啊 都是很庞大很宏伟的 哦 老花 你这是什么 这是谁啊 这是小梁花 这是小梁花吗 小梅世纪夸我咯 下一个 不好意思 你的神圣 你乱起的小梦山年 那个小森林 那个小森林 一个 这个很easy呀 我前段时间最爱的练家底心 下一个 这个 现在觉得还有点难呢 都不知道当时怎么做出来的 我和你玩了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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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